第四百四十集 学好了手眼之法 接下来就是学偷人钱财 这个叫做井囊偷技 就是偷人口袋 包里的钱和一些贵重物品 手法是用碳 开 抠 甲等 特点是轻快如风 如果偷外衣下部口袋 或外裤的外兜 这些没有防范的位置 黑话叫白给 也就是说 如果把钱物放在这样的位置 是白给我们的 有些人会觉得 钱包和财物放在明处 我们就偷不动了 那样想可就大错特错了 偷放在下一口袋里的财物 根本就是易如反掌 只要轻轻地碰一下你们 你们的钱就到我们手里了 我们还有一门 是用钱币或刀片割口偷窃的 黑话叫开口 或者剃须刀 其手法主要是快捷地 划开对方衣兜 提包等放置前物的部位 像动手术一样 这种滑稽也是最常见的 主要是在人多热闹的场所 我们趁人多拥挤之机 用刀片迅速地划开 衣襟兜口 由于看准了部位 出手极快 所以很容易得手 车站售票处 拥挤的公共汽车 和繁华热闹的商店 都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方 妖艳 您是不是被骗着当上小偷的 是啊 我从小就没有父母 一个人靠乞讨生活 收尽了人的白眼和羞辱 到后来遇到了我的师父 他教我学习偷人的技法 我学会之后就开始偷人了 用上面的那些办法收徒弟 不过呀 干了这么多年 我早已经厌倦了小偷的生活 为了躲开烦我的那些徒子徒孙 我就来看守所躲着了 这里比外边清静 哎 对了 小冬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看你年纪轻轻 目光清澈 不像是打架斗殴的小混混 也不像是坏人 我是被以强奸犯的名义抓进来的 老妖一听到这里啊 把脸一寒 有些冷淡的说道 年轻人心情浮躁 犯点错误没有什么 可你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在这里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 你被打的这对一点都不亏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具体的犯了什么罪 知道的话 你还得挨打 药业 我是冤枉的 在水中救了那个女人 被那个女人反咬一口 我都冤枉死了 被人冤枉的 这里是看守所犯什么罪的都有 这种罪虽然大伙都看不起 但看守所里有的是 你干过的事情啊 上面自会有定论 你没有干过的事情 终究会水落石出 你给我说说 是怎么救的人 你可不能说假话 骗我 我听到妖爷这么一说 就对妖爷说 妖爷 您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哼 怎么不信呢 我现在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 欲老 欲对鬼神 有敬畏之心 我和你说呀 咱们这看守所里 就游荡着很多冤死鬼 特别是在五号禁闭室里 那里就经常闹鬼 吓风过人 在咱们看守所里 最吓人的就是五号禁闭室 所以啊 咱们这里 谁要是能在五号禁闭室 待上企业 面不改色的出来 大家都会把它当作是英雄 我对几号禁闭室闹鬼 一点都不感兴趣 只想说我的事 让我没想到的是 很快我就要经历 五号禁闭室的恐怖了 这是后话 我给老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老妖听了之后就说 唉 你这个小子如果说的是真的呀 那就说明你够怨的 这只怪你走了衰运 一切都是巧合呀 不过你也说了 你认识派出所长 我想他一定有法子救你 其实你这样和鬼神有牵扯的案子呀 最容易出冤假错案 因为鬼神的事情没有谁能证明 在1983年严打的时候 你这种情况不管是不是救人都得被枪毙 现在没有人证 正如你所说的 只有物证的话 能证明了你没有强奸 那故意杀人就失去了支撑 人没有死 说故意害人那是扯淡 到时候肯定能无罪释放 我说 嗯 派出所的礼书也是这么说的 要言您说 我在这里最多能关几天啊 最多不好说呀 看出所里都有关几年不判的 正常情况下 你最少也得拘留15天 你们两个叽叽咕咕的说什么呢 赶紧干活 我一看 一个管教正盯着我呢 我赶紧低下头部说话 在那里糊纸盒 早上的饭被小胡子踩在脚底下踩碎了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啊 可看出所里只能是定时开饭 平时的时候是不可能有吃的 这时才体会到自由的珍贵 怪不得那些蹲过监狱的说 在监狱里最向往的就是自由 一旦失去了自由 就什么都失去了 哭了一上午的纸盒 我们被带回了监视 这时有人敲门说开饭了 大伙都站在那里不动 看着刀疤脸和小胡子 我饿得有些发狂了呀 不管这些 赶紧的到了门口 在铁门的小窗户里 有人递给我了一只碗 碗里是面条和一些没有油的菜 那面条闻起来气味有点让人恶心 不过管不了那么多的 我得强忍着吃下去 填饱肚子 因为嗓子眼里已经伸出手来了 我端着面条 躲在一个角落里吃饭 外面的人打好了饭 就把铁窗户关上了 这时小胡子走了过来 一把抓住我的头发 把我从地上提起来 骂了声 骂了个把子的 早上给你说了 你现在还没学会规矩 我让你不长记性 啪啪啪三个响亮的耳光 这三个耳光打得我眼貌金星 耳朵嗡嗡作响 我火了 朝着小胡子吼道 你狗日的 没完了是不是 骂了个把子的 你敢骂我 我这也就打死你 说完之后 我手里的半碗面条躲过去了 然后哐当一下子 扣到了我的头顶上 那面条从我的头顶顺着头发 流进了衣服里 我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呢 劈头盖脸的拳头就来了 我不反抗感觉会死 现在能对付小胡子的 只能用绝招了 因为比利器 我不是小胡子的对手 想到这里 我大叫一声 你狗日的去死吧 接着 一脚狠狠地踢在了小胡子的裆部 这里是命根子 男人最柔软的地方 我一脚踢上去 把小胡子疼得赶紧撤回手 捂着裆部嗷嗷直叫 我知道这个时候 不能给小胡子反击的机会 想到这里 我一把抓住小胡子的头发 使劲地往下一吼 小胡子本来就疼得弯了腰了 被我这一吼 身子直接往下攻了 我看小胡子身子往下攻 扬起胳膊肘 蹦起来使劲地朝着小胡子的后心砸去 小胡子一下子趴在地上了 我怒火中烧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看着小胡子趴在地上 我直接骑在小胡子的后背上 扬起拳头 来了个武松打虎式 扬起拳头左右开弓 朝着小胡子的脑袋上 身子上打去 由于太激动了 拳头打在地上 冒出了血 不过这个时候 我感觉不到疼了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打死小胡子这个狗日的 不能让这个狗日的 再有欺负我的机会 这时我就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打死这个狗日的 人到了一定程度 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 我的拳头已经失去了知觉 但我没有停手 骑在小胡子的身上 挥拳继续打小胡子 肩房里的人 表现出乎了我的意料 他们看着我在打小胡子 包括刀疤脸在内 都不住地叫好 叫着使劲地打 没有一个上来帮小胡子 或者帮我的 后来我才知道 看书所里一直遵循着 森林法则 弱肉强食 不信弱者的眼泪 只相信强者的拳头 我打倒了打我的人 就可以顺利地上位 如果我被打倒了 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当孙子 就在这时 来了拍门声 门外有管教问怎么回事 并没有打开小铁窗 其实这时候的管教 还以为是小胡子 在教训我呢 并不知道我反客为主 拼命地在打小胡子呢 也不怕 他真的不怕 放大 在网坡 下一个人 听着使劲地下